好,我們現在要來講的是 三乘三乘三摸出方塊盲解的教學 好,那知道了這些單獨的Case 兩個腳不對,兩個腳不對的時候 那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拿一個實際的Case來看 它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以剛剛的那個例子我們繼續來看的話 只看腳 這個兩個白色朝上他們是對的 這個白色不朝上,白色不朝上 這兩個是錯的 好,另外一邊 這三個是錯的 只要看到這邊沒有白黃就知道是錯的 這兩個對,這兩個錯 這個對,這三個錯 那這個混雜的Case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看到這個需要逆時針旋轉 我看到這個也需要逆時針旋轉 這樣我知道,這兩個要逆 那這邊呢,這個也要逆 這個也要逆 這個則是要順 所以總共有五個腳不對 那有的逆有的順 這時候有分成兩塊 實際在盲解的時候 你需要先能夠記得這件事 然後再來把它們一一解決 所以有分成兩個層 一個是記憶 一個是執行 那我們先提執行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說記憶的部分 這個需要逆時針旋轉 這個也需要逆時針旋轉 這兩個能不能搭配起來呢 如果是用我剛剛說的第二種做法的話 可以 我只要把這個 set up 到這個位置 做這個動作 set up 到這個位置 他們就都在這個位置 這個需要逆 這個需要逆 你還需要搭配第三個 你才能夠一次完成逆逆逆 因為你沒有辦法 剛剛講那個公式 一定是一個逆一個順 這個逆這個順 或者是這個順這個逆 才能兩個搭配做處理 那如果是兩個逆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兩次把它完成 因為右邊會亂掉 這個我可能需要說明一下 假設我想要把這個轉逆 也把這個轉逆 那我是不是做兩次新的short up 這個set up過去 再做兩次新的short up 拿回來 你會發現這兩個好了沒錯 這個被轉逆了 這個也被轉逆了 可是右邊已經團斷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右手邊啊 either做一次順的 一次逆的 把它的效果抵消 或者是做三次順 或做三次 你把它的效果整個循環過去 如果你做到一半就停的話 那右邊其實是亂掉 這兩個雖然有發生效果 但其實右邊是亂掉 所以你還需要再做一次 右邊才會恢復正常 那這是剛剛沒提的 但是現在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用剛剛 所謂finger shortcut兩次 或是逆finger shortcut兩次 的方式來處理腳的話 一定是一個順一個逆 或者是三個順 三個逆 才可以一次做處理 那這個比較複雜的case 剛好我們講一下 因為大家實際在解釋的時候 一定也是遇到 不會有這麼好的事 一定都是一些比較複雜的狀態 這一個需要做 逆時聲旋轉 這一個也需要做 逆時聲旋轉 那我只要找到第三個 也需要做逆時聲旋轉 他們就可以湊一組 看一下下面 這個也需要逆時聲旋轉 這個也需要逆時聲旋轉 那我們隨便挑一個就好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三個都需要做逆時聲旋轉 那我就把這一個 setup到這裡 他們就會在這三個位置 接著呢 做完公式之後 再把它reverse回去 就可以了 那這個要怎麼setup過來呢 很簡單 就後面轉 它現在就在這邊 這邊這邊 這邊 這三個要做逆時聲旋轉 所以我要做兩次pinker show part 轉上去 再做兩次 再轉上去 再做兩次 再全部恢復 從來一遍喔 這一個setup到這裡 接著要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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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恢復 好 先做兩次pinker show part 把這個拿過來 做兩次pinker show part 再把這個 這個剛剛到這裡 再把這個拿上來 做兩次pinker show part 在旁邊全部恢復 再把剛剛setup的動作 然後reverse回來 你會發現 看一下剛剛的 看剛剛的畫面 你會發現 這一個跟這一個跟這一個 都被轉對 應該是說它轉對 因為剛剛我是把這個setup過去 一開始錯的是 這一個跟這一個跟這一個 我把這個setup過來 做好之後 再reverse回去 就變成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那剩下這兩個呢 這兩個也可以湊一組處理 那這個我用 我剛剛講的前面一種解法來做 這一個現在朝著前面 這一個呢 雖然它是朝著側面 可是你知道 整個方塊的角 就只剩下這兩個不對 我們看一下 這四個都對 這兩個是對的 所以整個方塊 就只剩下這兩個角 是不對的 所以你看到一個朝前 你另外一個 甚至不需要去思考 它是不是朝後 因為它一定是 如果它不是的話 代表這個方塊解不出來 所以這個很簡單 我一樣把這個角setup到這個位置 這兩個呢 就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解決 哪一個公式 我前面講過 這個公式 這個case 以前以後 這個公式 可以應用在這個東西上面 怎麼做呢 把這個角setup到這邊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那已經變成這樣之後 就隨你了 我用前面講的那個方法來解它 就是用OL的解法來解它 上順 下順 上順順 下 左邊 上逆 下逆 上逆 下 接著再把這個reverse回來 我們看到這個角 剛剛不對 現在已經在反對 那 也可以用我講的第二種方式來做 那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來說 假設 要過去 然後 這個是剛剛那個case 那如果我用的是 我們講的第二種finger shortcut方法來解的話 一樣要先把這個setup過來這邊 拿到這裡 接著 這個要 逆時針旋轉 那這個一定是要順時針旋轉 你不用觀察它 你也知道 因為如果這個方塊解得出來的話 一定是一順一逆 或者是三順三逆 這個是逆 這個就是順 那這個是順的話 代表我要做兩次 逆的finger shortcut來解它 一次 兩次 接著把這個拿過來 然後接著做兩次 順的finger shortcut來解它 一次 兩次 接著把它reverse回來 然後呢 這個剛剛是從這裡來的 這個也要reverse回去 所以你實際在在盲解的時候 會有蠻多 需要記的setup跟reverse的動作 那 有時候會考量的 倒不是哪一個比較快 而是哪一個比較好記憶 因為如果你setup動作太多的話 倒是反而容易搞不好